L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鄭兆淳 我是我女朋友 經紀人 就默默地陪伴囉 因為她其實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 她自己最明白 最清楚 我的話 就默默地陪伴囉 我就要告訴她堅持 而且告訴她這個東西是你有興趣的嗎 你喜歡的嗎 如果真的不喜歡 那你就真的放棄 然後就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低潮難免都會有 沒有低潮拿來的高潮 所以你要必須越過這個坎 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極限在哪裡 其實前兩次都很有機會去參加 然後這一次是終於能去參加 所以目前就是真的把 我現在各方面的身體素質 還有一些調整 可以到比賽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發揮 接下來就是慢慢地去規劃 但是我近期就是 就是可能比完賽的時候 就是再去規劃 對